我为太子治好顽疾 圣上赏我黄金百两 另替我阿杰指婚 赐驾东宫 我拖着伤腿接纸 失神间踩到他 摔了个狗啃泥 阿杰捂着脚跌坐在地 李锦芒蹲下身 为他检查 平日里金尊玉贵的人 衣脚脏了 都不必亲自折腰胆灰 如今却为阿杰屈膝 柔情似水 阿杰愧疚地瞧着我 小声道 月儿对不起 我猴头苦涩 红着眼圈没说话 李锦芻她 阿玉孤于你缘分天定 你何错之有 她厌恶地瞧我一眼 踢踢我的小腿 苏荣月 一点小伤患得黄金百两 直了 在哭哭啼啼地未免矫情 钻心地腾刺的我直冒冷汗 我摁着腿 气急返笑 一点小伤 矫情 断肠牙十几丈 我从半腰掉下去 摔得吐血 右腿险些要保不住 李锦芊说 我不过受了一点小伤 我矫情 我摇紧牙关 狼狈地爬起身 她冷言挑眉 储君威夷尽险 沉声警告我 如今尘埃落定 苏荣月 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 趁早收好 老实说 我确实喜欢李锦 这份喜欢堂堂正正 没什么见不得人 只是京城女儿 爱慕她者众多 她一向以礼相待 却独独对我嗤之以鼻 她说我狡诈 歹毒 满腹鬼水 我问她何出此言 她只答 你自己心里清楚 她不愿多说 我也就不再问了 赐婚之后 我开始回避李锦 但皇上将她的身子 交由我照料 一月一次前去太子府 我总是逃不掉的 我到时正好碰上 离锦府中设宴 阿姐也在席间 与众人谈笑 玉姐姐 等你嫁来我哥哥府上 有她护着你 我看谁还敢欺负你 华阳公主挽着她 边说边瞧我一眼 阿姐笑答 我没受过什么委屈啊 你呀 就是太大肚 总是一忍再忍 别人才会蹬鼻子上脸 华阳戳戳她的额头 压低声音与她耳语 阿姐扯扯她的衣袖 尴尬道 殿下误会我家妹妹了 她就是直来直去的性子 倒像是怕我不知道 华阳在骂我 我懒得搭理 只将药碗送到李锦眼前 阿姐正在与她举杯 我黑着脸摁住她的动作 殿下的病不可饮酒 阿姐微致 与我道 抱歉那月儿 我不知道这时 是我错了 李锦给足她面子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摇着空杯挑衅我 玉姐姐 不过一杯酒而已 你也要向她道歉 华阳瞪我 阿姐确实不必向我道歉 伤身的是殿下 阿姐该去向皇上请罪 我默然开口 赌得众人无言以对 李锦将酒杯丢在桌上 轻笑 拿根鸡毛当令箭 苏荣月 你管太多了 姑的是 还轮不到你做主 我将碗重重放在她眼前 催促道 那殿下便快些喝完 我也好交差 她陌生盯我半赏 低声嘟囔 装模作样 说着 端起药碗 喝得一滴不剩 罢了白手赶我走 仿佛我多待一刻 都会毁掉她的性质 我翻了个白眼 正要转身 李锦却脸色突变 攥着胸口的衣料 倒在暗机上 我被人压着跪在房内 华阳请来刘太医 为李锦请脉 他一口咬定 是我的药有问题 哭哭啼啼地扑过来打我 你好大的胆子 打着治病的旗号 害我哥哥 蛇蝎心肠 不怪我哥哥瞧不上你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定要你五马分尸 我被他连扇好几个巴掌 脸皮子火辣辣地疼 够了 吵死了 跟刘太医同来的 是个一身金贵的男人 他大马金刀地 坐在堂内闭目养神 俯一开口 轻飘飘地几个字 便压得滑阳不敢再闹 刘太医枕过脉 凝着脸 越过几个小背 朝男人攻身道 大人 殿下好饮 伤及心脉 日后饮食要注意了 华阳不信 纠缠道 我哥哥是喝了 他给的药材晕倒的 你确定不是中毒 刘太医摇头 男人慢悠悠地睁眼 夺至我身边 一个眼神 左右两边的婆子 就赶紧松开我 我挡住他伸来的手 只觉得羞愤难当 多谢 不必 费了点进站起身 我一瘸一拐地走到踏前 李锦已经醒了 看见我脸上的伤痕 微微一正 我瞧瞧他 再看看华阳 抬手左右开弓 还他两个耳光 他不敢置信地捂着脸 屋内一时静忌 我是受不得委屈的 毕竟我蛇些心肠 我要告诉父皇 你去告 你便是告到天王老子那儿 这两巴掌 我也得还给你 我立声打断华阳 我便要嚣张一回 看看圣上会不会因为这两巴掌砍了我 砍了我 他们老李家世代遗传的病根 就别再想好了 我冷眼看着李锦煞白的唇色 恨得牙痒 殿下瞧不上我 我也未必瞧得上殿下 若非皇命不可为 你以为我愿意见你 从今往后 你便是八抬大叫请我 我也不会再来 若还想瞧病 自来寻我 其实我是个好面子的人 便是喜欢谁 也不会放下身段 从前为李锦鞍前马后 不过是念着他 救过我一条小命 如今 这条命我已还了他 从此两清 我离开后 刘太医背着药箱追了上来 大人 老太君的病 不如让苏姑娘去瞧瞧 也许会有可解之法 那男人背着手 居高临下地瞧着我 知道 也成 试试吧 我实在是烦透这种 上位者盛气凌人的姿态 拒绝到 刘太医 医术高明 若您都束手无策 恐怕我也没法子 我白手就要告辞 男人却开口 白两枕金 可劳得动姑娘大驾 我突然觉得底气不足 倒吸口气 甜甜嘴唇答他 去瞧瞧 倒也不妨是 男人笑笑 这一笑 就显得熠熠生辉 带上几分亲近 我也不是个怕生的人 一路上就跟他砍天砍地 大人怎么称呼 沈大人 是府国公府的那个沈 见他点头 我来了兴致 不知府国公与大人 是什么关系 我听说 他最近在物色取妻 大人可知 他喜欢什么样的姑娘 沈大人沉吟片刻 又将我从头到脚 打量一遍 半晌问我 你多大岁数 十六 你知道府国公多大岁数 他一挑眉 眼里戴上几分蚌色 二十有九吧 我记得是 我一派爽朗 噎得他哭笑不得 他比你大了十三岁 那怎么了 我不以为意 他有本事啊 府国公沈福川 在朝堂上呼风唤雨 李锦体弱 等他继位 十有八九 要沈福川 在旁辅佐摄政 若能嫁给他 便是李锦 见了 我也得礼让三分 想想就美得很 你看看我 我揪着沈大人的衣袍 让他停下 李李松掉的发迹 不小心碰到嘴角的伤 疼得我呲牙咧嘴 眼下我虽狼狈 但其实还能瞧出些美人像的 对不对 方才大人 也瞧见我家阿姐了 我比他还好看两分呢 真的 你觉得府国公看得上我吗 他面上一直挂着笑 饶有兴趣地听我讲完 反问我 你可知道 府国公有那么大的本事 又为何一直没有娶亲 这 这我倒真没想过 他客气 沈大人敲敲我的钱额 小姑娘家 就别上赶着送死了 我替老太君瞧完病 回府时天色已晚 刚入家门 就被人压着去跪祠堂 伯父手里拿着家法 指着我爹的牌位 恨道 荣月 我替你爹养你一场 不求你念我的好 可你也太胆大妄为了 你敢与公主动手 还跟太子撂狠话 你是要害死我呀 我父母早亡 三年前 阿姐带我来京城投奔伯父 从此寄住在他家里头 我跪得板直 只答 陛下不会怪我 他冷哼一声 半君如半虎 你太高估自己了 你不过能医太子的病 世上能人意识之多 你以为陛下非你不可吗 无知小儿 他举起家法就要打我 阿姐扑过来抱住我 生生替我挨了一下 伯父 求你不要怪荣岳 他还小 不懂事的 您要罚便罚我吧 我余光映着他的侧脸 恍惚间 仿佛看见我娘活过来似的 鼻子一酸 眼泪就掉了下来 阿姐对伯父道 伯父 荣岳知道错了 不然把他的方子给您 日后就由您帮他看顾太子 也免得他再惹祸 成吗 我家伯父医术不经 是已供职太医院二十几年来 仕途上总不得知 他若拿到我的方子 去替太子调理身子 从此升迁之事 岂不是易如反掌 他将家法狠狠扔到地上 又骂我两句 方才提脚走了 很快 有人送来执笔 阿姐劝我 便将方子给他吧 省得他总是看你不顺眼 阿姐护不住你 心里有多难过 你根本不知道 他脸上还挂着泪珠子 我替他细细擦掉 阿姐 伯父如何知道今日之事 他目光虚浮 答说 我担心陛下会怪罪你 除了伯父 再无人能给我出个主意呀 说吧 便又哭了 阿姐知道 你因为太子已与我生出嫌隙 可阿姐难得遇上友情郎 射出脸求你一回 你就当我这几年护着你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把他让给我 好不好 我心里烧得慌 虽说长姐如母 但阿姐性子软 爹娘离世这几年 哪回遇事不是我冲在前头 不过到底是相依为命 我便看着他这张与我娘七分相的脸 也断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跟他生分 我默然道 阿姐 你不会忘记 爹娘是如何惨死的吧 那是自然 荣月 你怎么这样看我 我打断他 我不要友情郎 也不要荣华富贵 我只要 他赶紧捂住我的嘴 点头道 知道 知道 你不要说了 他将纸笔塞进我手里 要我写下方子 待阿姐嫁入太子府后 万事好说 眼下 你要懂得一个忍字 我并不想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阿姐身上 来京之后 他渐渐变了 我总觉得 他挡不住声色拳马的诱惑 我要给自己找条退路 找个能与皇权分庭抗礼的靠山 京城三英世家无数 挑来挑去 有实权 有地位的 却独独府国公 一户人家 老太君自打吃过我的药 身子健好 于是每日的平安脉 变成了定力 这些天阴雨连绵 我的右腿留下病根 一到日子 就从骨头缝里渗着疼 看完诊 我往府外去 走到半路 实在腿疼得厉害 就随便找了个地方歇歇脚 如今我在府里 也算半个熟连 领路的丫头安顿好我 便去忙自己的了 带她走了 我躲开人在府里暗暗游走 不说府国公 随便碰见个沈家子弟 也不枉这份进水楼台的便利 我贴着小路走 来到一处偏僻的小花园 大白天的 这地方却跟人都死光了一样 静得可怕 身后突然有声响 我转进假山后躲起来 扒着洞口往外瞧 就看见一个小丝跟在主子身后 不停哭嚎 爷 是晓得错了 晓得一时糊涂 求您饶了我爸 她扑通跪在荷花池旁 轮圆膀子自删耳光 只看着都觉得脸疼 贵公子背着身 片刻笑问 喝了几斤女儿 红糊涂成这样 她带着慵懒的尾音转过身 我才看清 居然是沈大人 她一身胭脂红的锦衣 桃花眼微眯着 面色细血 她笑着 但这笑却比杀人的刀还要冷 哪还有半分出见面时的亲和模样 她趋着一条腿席地而坐 看着眼前人替似横流 只拿她当个乐 爷 小的再也不敢吃里爬外了 杨小姐她应当不知道您 杨小姐 我记得 她是将军府的姑娘 小丝的话还没说完 沈大人突然伸手扯住她的后脖领 将她的脑袋摁进河花池 令人窒息的枪水声 充斥在每一个角落 我看你真是醉得不清 沈大人怜起笑容 薄唇起河 等水里的人快没了动静 她才将她扯出来 又问 这下可醒了 醒 见那人死于一样含糊着 她轻笑 神色染上疯狂 醒了 晚了 我紧紧捂着嘴巴 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直到那人停止挣扎 被撂进河花池 我的心脏依然狂跳不止 可刚刚废掉一条人命的沈大人 却从容地掏出帕子 擦擦手上的污糟 这样的事 她应当做过不少次 她微微捶手 坐在原地 不知再想什么 我暗自祈求她赶紧离开 可她偏偏掀起眼皮 盯了过来 有一瞬间 我确定 她与我四目相对 是你自己出来 还是要我请你 她果然发现 假山后头藏了人 我愁愁片刻 硬着头皮钻出去 啊 是你啊 沈大人语气平常 仿佛我俩是在街边遇见 互相问个好事的 她的视线停在我的药箱上 有止血的东西吗 我缩着脖子点点头 她招手叫我过去 然后解开剑袖 露出手臂上的刀伤 伤是就伤 估计是方才逆人的时候 崩开了 渗出不少血 我强作镇定 奈何手一抖 白色的药粉撒了她满身 我哽着脑袋不敢动 她痴痴地笑了片刻 也遇到胆小鬼一个 怎么敢在我府上乱窜 我想这是个问句 老老实实作答 我想跟府国公偶遇来着 空气煞时间陷入一阵死寂 接着就看沈大人抱着肚子 笑得前府后仰 你若想找个有权有势的 你瞧瞧我怎么样 她笑吧 盘腿直着脑袋问我 如此轻松的做派 险些让我忘记 莲花池底下还躺着个人 我紧抿着嘴不吭声 她不依不饶地逗弄我 用十分惬意的语调 描绘未来愿景 到时候我杀人 你递刀 如何 顺便 再教我些杀人不见血的法子 回回弄得一身污糟 也怪烦人的 沈大人说笑了 我对杀人不感兴趣 我尽量让自己镇定 收拾好药箱 等待离开的机会 沈大人呕了声 略无趣地黏黏指尖的血 勾纯道 凡在高位者 有一个算一个 手上就没有不沾血的 你说 你想嫁给府国公 可你一没背景 二没胆识 恐怕他是瞧不上的 我大着胆子反驳他 难道滥杀无辜 便是所谓的胆识 滥杀无辜 他伸手掐着我的下巴 凑上来 与我鼻对鼻 眼对眼 唇尖咫尺 如果今天不是你死 便是我亡 给你个机会杀了我 你会觉得 自己是在滥杀无辜吗 他眸子泛着幽光 像一头饥饿的野兽 望之生畏 可我这人 天是越怕越冷静 我与他道歉 若未自保 当然不算滥杀无辜 是我口无遮拦 唐突了大人 对不住 他择舌 松开我 没意思 你都不叫两声 让我听听 不怕我杀你灭口 沈大人不是滥杀无辜之人 我背着药香起身 他哼笑警告我 那你可看好自己的嘴 别让你我 闹到非得你死我活的地步 此后 我便常在府国公府 碰见沈大人 真应了一句冤家路窄 偶尔 他会塞给我些糖果 或是点心 若我推剧 他便笑咪咪地逗我 吃吧 这些东西 将来都要算成国公爷 给你的聘礼 你不必替他省 然后等我脸红成猴屁股 一溜烟跑了 就听他在后面笑得开心死了 于是我学乖了 今日一见面 不等他开口 我便自觉摘下 他指尖的点心匣子 拱手谢过 走人 潇洒自如 路上碰到李锦 估计是来探望老太君的 阿姐跟在他身边 赐婚后 他的穿戴日渐奢华起来 与李锦站在一起 倒是般配 他笑弯了眼睛 昨日去安国寺上香 给殿下求了康建福 顺便又为伯父求了求官运亨通 李锦点头答道 你有心了 他瞧着气色不错 看来伯父将他照顾得很妥当 阿姐此时提说官运亨通 便有些暗示的意味 毕竟伯父养我一场 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样的小事 转头他看见我 笑容凝在脸上 他近日往安国寺跑的琴 我还以为他是为爹娘祈福 为他们求地下安稳 原来是为伯父求前程啊 我咬着后槽牙锤眼让道 李锦却也跟着停下来 他摆个臭脸 一看就是要找不痛快的架势 姑便说你走得痛快 原来是有人给足了好处 瞧不上东宫了呀 我心想我哪里是看不上东宫了 我是看不上你了 话到底是没说 我嫌浪费唾沫 李锦心气不顺 视线又落在我手里的点心匣子上 他继续挑衅 胆子真大 玉刺的供品也敢偷 我攥紧手指 气急反笑 怎么 我配不上旁人看重 我是阴沟里的老鼠 想要点好东西 只能去偷去抢是吗 他面色一致 倾壳着放缓语速 姑 不是那个意思 玉刺的东西便是旁人 赏你你也不该拿 免得多生事端 不知情的人听着 还当他是关心我呢 我不免冷笑 阿姐迎上来 与我实眼色道 荣月 还不谢过殿下周到 这东西 这东西还是交给阿姐 阿姐替你还回去 他探手附在我提着匣子的手背上 阿姐 我的事 不必你总来为我做主 我憋着一肚子火 用力抽动胳膊 谁知阿姐突然松手 我不受控制地往后倒下去 摔到我不要紧 但御刺的匣子若是摔碎了 少说我也得受顿皮肉之苦 我下意识追着他 狠狠摔到地上 蹭破了手皮 匣子也磕烂了脚 荣月 你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阿姐好像笑了 待我看仔细 她脸上的担忧 又不似作假 殿下 荣月她不懂事 请您轻饶 她话没说完 李锦已两步走到我面前 气势汹汹的模样 让我误会 她要踹我两脚 我缩起肩膀 闭紧眼睛 却被她一把从地上捞起来 撞进她的怀里 炙热的鼻息 喷在我的脸颊上 李锦瞪着眼训我 几块破点心摔就摔了 管她做什么 方才还说 遇刺的点心贵重无比 这会儿就变成几块破点心了 她举着我的手查看伤势 恍惯间让我想起 灵指那日 她对阿杰也是这般温柔 说不生气是不可能的 其他朝三暮四 其他用情不专 但是生气归生气 我方才在慌乱中握住她的手腕 便发现她的脉象乱得离谱 我在她腕上摸索 她自觉失态 于是不耐烦地抽回手背到身后 扫着脸骂我 男女有别 姑看你是色迷心窍丢了魂了 转脸对阿杰道 她不领你的情 日后你也少管她 总有她摔跟头长记性的时候 罢了 一甩袖子绕着我走了 李锦的脉象外强中干 可我给伯父的方子重在温补 并不能在短期内 就使人精神百倍 只是看李锦今日的状态 已是全无病态 大好了 我思前想后 唯一的解释就是 伯父以我的方子为基础 下了猛药 替李锦掏李子补面子 我父亲曾说过 伯父做人做事 从来都是急功近利 果然如此 我抑制不住地颤抖着 不是怕 不是怒 是大仇将要得报的亢奋 爹娘惨死那日游在眼前 那场大火夜夜照梦 烧得我心如刀割 如今 报仇的机会来了 伯父对李锦的作为等同谋杀 一旦坐实 他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需要证据 拜访刘太医那日 是个阴沉的大雨天 泼天的雨水 将我浇了个透心凉 素姑娘有急事吗 我提着断伞 搓着衣袖道 老太君之前都是您在照料 最近他总是头晕 我想问问您他的病史 挺急的 刘太医看着我的狼狈样 斟酌半赏 将我请进太医院 此处都是御药 专门供给皇族 一般不赢外人 我心急地到处瞧 问他 我家伯父在吗 正巧来了 我一会儿去看看他 刘太医朝北边屋子努努嘴 答道 苏太医去太子府了 苏姑娘还是不要到处走动得好 省得老朽为难呀 我点头连声硬着 石衣裳裹在身上 我说一句话抖三抖 刘太医实在看不下去了 带我到监药房烤火 大概说完老太君的病程 我的衣裳还半湿着 他想了想 叮嘱我 务必不要随意走动 他先去忙 完了来送我出院 在太医院里 每一份监主过的药渣 都要流荡七日 许是天气太差劲 瞧病的贵人都少了 如今监药房没人 正好方便了我 我轻易就翻到了 李锦的药渣匣 最靠外的药渣 还湿搭搭的 刨开一看 却与我开的药方 无甚区别 这碗药送到太子府上 又由太子心腹护送 根本没机会 家旁的东西 我瞬间有些迷茫 难道李锦的身子 不是伯父搞的鬼 我的视线 漫无目的地转着 落在杨盈盈的名字上 将军府独女 杨姑娘 我突然记起 沈大人杀死的 那个小丝 她口中的杨姑娘 会不会就是这位 我鬼使神差地 拉开了她的药渣侠 你确定要看 一只手贴着我的皮肤 掐在我的脖梗上 冰凉的触感 叫我打了个寒颤 我认得这把低沉勾人的嗓音 是沈大人 她高大的身形 投下一片阴影 将我包裹 我与她后背贴前身 哦 你已经看见了呀 她附在我耳边 锁命式的开口 知道的太多 会折瘦的 我在沈大人的注视下 将杨盈盈的药渣 重新包起来 这截打得够难看 她的手移到我脸颊边 揪起我的婴儿肥扯了一把 别紧张 没打算要你的小命 逗你玩的 她话是这么说的 但方才的气势 可像是随时要掐断我的脖子 我强挤出个笑容 杨姑娘的药开得不错 滋阴补屑 好方子 这方子名叫玉水 专为女子调理鬼水 短时间服用没问题 但吃的时间长了 会致女子鬼水难止 有血崩的风险 我装傻只当不知 毕竟懂得太多 确实容易要受 刘太医站在一旁瞪着我 她方才走得匆忙 看来就是去接沈大人了 我摸摸鼻头 不好意思地与她道歉 我看太子精神大好 便想瞧瞧我家伯父给他开的什么药 偷食一二 结果瞧上瘾了 偷看药渣 这事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刘太医吹胡子瞪眼 唾沫星子乱飞 沈大人白手打断她 苏姑娘这样好学 值得嘉奖 她要我伸手 我还以为又要给我什么吃的 却不知她从哪儿捡来一把戒指 在我的手板上重重敲了下 我皱着鼻子收回手 还得拍马屁 大人赏得好 赏得妙 她要笑不笑 大概是意识到 我的脸皮太厚 无语地放我离开了 已近傍晚 天色微暗 因着颇天大雨 路上也无行人 恍惚听见身后有马蹄声 回头就见一辆马车 在雨雾中急驰 驾车的是个身披缩衣的大汉 带着一股杀气甩着马鞭 没来由的 我感觉它是冲我来的 我脚下加快速度 丢下伞向前狂奔 奈何街两边的商铺 全都大门紧闭 我想躲都没处去 一只手扯住我的衣服 将我狠狠抛进车厢 我摔得头晕目眩 缓过来的时候 已经出了城门 车里还有个提着匕首的男人 冲外面吼 这小妞长得美 赶紧找间破庙 咱哥俩爽完了 再送他去见阎王 看这架势 应该是有人要买我的命 我吞咽唾沫 试探着开口 你要多少钱才肯放过我 谁雇你来的 我可以出双倍 不是钱的侍儿 爷爷接的是死令 知道吗 男人俯身蹲下 手背拍拍我的脸 视线下滑到我微松的衣领处 不然我先享受享受 你乖乖的 死前还能爽一回 我忍着恶心默不吭声 他还以为我是吓傻了 男人压在我身上 刚把头埋进我的颈窝 突然一阵马鸣 而后马车乍停 怎么回 他有点烦躁地抬头 我看准时机 握紧藏在袖中的衣刀 手起刀落 见血封喉 沈大人掀开车帘时 我刚把男人从我身上推开 带着一连血爬起来 他明显一愣 声音带着雨的冷气飘进来 挺能耐啊 不是我能耐 是我早有防备 我生来敏感 这两人跟踪我好几日 我怎么可能一点察觉都没有 我勾着脖子一瞧 驾车的缩衣大汗 倒在泥地里 映出一滩血 大人怎么会来 我把衣刀抹干净 收进衣箱 你的东西落在太医院 我追上你的时候 正好看见你被掳走 他将一枚玉簪丢进车里 我捡起细细辨认 这不是我的呀 不是便不是 沈大人将死在我身边的男人 拖下车 脉长腿跃了进来 外面大雨淋漓 天也黑了 一时半会走不了 车厢不大 但他非要跟我挤在一起 孤男寡女 却没有干柴烈火 因为沈大人实在湿得像只落汤鸡 他有点不耐 伸手解开自己的衣裳 脱掉上半身 露出结实的膀子 虽在黑暗中 我仍能清晰地看见他匀称的筋肉 甚至可以感受到 他将雨水蒸发的肌肤上 散发的一丝热流 你不介意吧 他都拖完了又问我 介意 我伸手挑开窗帘 冷风吹进来 我听到他不满的泽叹 介意也没办法 我冷 他将我的手扯进来 握住就不放了 你 给我暖暖 他小声嘟囔一句 丝毫没有平日里的威严肃杀 他带着点羞骚 带着点撒娇 倒给我听红了脸 我扬开他的手 从药箱里 拿出两颗驱寒的 姜丝糖地过去 他盯着我的手心 没了半嗓 我不喜欢吃姜 不等他说完 我一爪子 把糖 闷进他嘴里 我可没有 多余的体温分给你 我抱腿缩着 脑袋里全是方才 那歹人说的死令 左右细想 能要我命的事 也只有我摸到 李锦脉搏紊乱这一件 若要伯父知道 他担心东窗事发 定是要杀人灭口的 如此 正好解释了 为何李锦的药渣侠 没有异常 恐怕是伯父早有防备 可这件事 我跟谁都没说过 伯父如何能知道 我心里隐隐有个猜测 但怎么也不敢相信 沈大人把嘴里的 将糖扑的吐出来 我牛脸瞪他 他不快道 我真的吃不下 闻着味儿我都想吐 我摸地翻身 将他摁倒在地 跨坐在他身上 他面目平静地瞧着我 我摸着他的金腰带 尽量让自己显得 楚楚可怜一些 那我给你暖暖身子 好不好 他神色一将 正要开口 我贴近他的耳朵 低语道 沈福川 你娶我爸 到时候你杀人 我给你递刀 我问诊这些日子 每每碰到沈福川 他都是独来独往 身边连个伺候的丫头 都没有 谁能想到堂堂府国公 一点排场也不讲究 沈家香火旺盛 男丁多 初时我只当他是哪位贤散公子 后来却发现 只有他会在与我碰面时 问一问老太君的身体状况 老太君的亲儿子 就辅国公一个 今日能确定沈福川的身份 还得多亏他之前问我 说辅国公爱吃螃蟹 但从不吃姜 会不会给身子寒出毛病来 我从没想过 少年气十足的沈大人 会是年近三十的沈福川 没意思 还想多玩一阵子来着 沈福川扶着我的腰起身 我滑坐到他大腿上 他仰头笑咪咪地问我 你就这么想嫁给本公 本公克七 你不怕 这姿势实在不雅 我强忍着脸上的烫意 阳装镇定 国公不是克七 国公只是克杨盈盈吧 外头都说杨将军有意把独女 许给府国公 沈福川又串通刘太医 给杨盈盈为御水方 恐怕就是想等他嫁过来后 伪装一场滑胎血崩的事故 杨将军一生得了三子一女 一个儿子死在战场上 一个儿子染上烟瘾 还有一个小儿子才十岁出头 不成气候 若用于联姻的杨盈盈再没了 功高震主的杨将军 估计要元气大伤 从此示威 杨盈盈无辜 但沈福川说 她效忠圣上 均让臣死 臣必须得死 老实说 本公很喜欢你身上这股 狠起来就不要命的劲 你若愿意 便等个几年 等杨盈盈走了 再尽我国功夫当个续贤 她多情善感 完全是爱美人 不爱江山的做派 我摇摇头 将她从我的脑袋里甩出去 我等不了 我与沈福川直说 死令这东西 只有死事会接 这帮人难养 也只有达官显贵圈管得住 我家伯父没这个本事使唤他们 但他身后之人 有 那人是谁我暂时想不出 但肯定不是我单枪匹马 能撂倒的人物 我必须尽快找个有权有势的帮手 我跟沈福川摊牌 他眼底暗光涌动 道 黄命不可为 杨盈盈 本宫必须要去 黄命要他死 且死无对证 要杨将军追无可追 查无可查 又不是要你非取他不可 我板着脸道 我有办法 让他安安静静地死 说出这句话 我的心跟着颤了一下 无法自保的我 也终于为了私欲 举起屠刀 挥向无辜之人 若是这样 又与那些害我爹娘的歹人 有何区别 我在瞬间有些退缩 马车外忽然乍起一道惊雷 闪电劈得我两眼发花 雷响如梁榻 燃烧的烈火和红岛的房屋 一遍遍提醒着我 若我退缩 谁来替我父母报仇雪恨 以慰藉亡灵 作恶者 必要付出作恶的代价 至于我的报应 我自厚着 我愿意受着 沈福川撑着身子往后依靠 一手扶着我的乱发 喃喃问我 在想什么 我等得都不耐烦了 她见我不明就里地发愣 吭吃一笑 手指沿着我的脸颊 滑向我腰间的衣带 轻轻扯开 我冷 你不是要给我误身子 我吞口唾沫 颤手解开外肠 隔着赤色肚兜 与她肌肤相贴 剩下的 等成亲再给你 我骚得浑身燥热 沈福川带着一身 良意抱紧我 她哑着嗓子无情道 想进我沈家的门 可以 可你总得给我看到点 你的价值 我沈福川的夫人 可不能是个废物 她要我解决掉杨盈盈 再谈嫁曲 话也不说准了 果然围观的人都黑心 只想着压榨我替她办事 但我没得选 我只能将自己变成有用的人 起码能得她一片护佑 伯父想要我的命 我得先给自己找个安稳的住处 沈福川给伯父递去信 拿老太君做借口 说请我近日贴身照看 且不回去呢 我顺理成章入住国公府 在老太君院里住了半月有余 沈福川每日早晚都会现身 还是老样子 或带着糖果 或带着点心 无一例外全都进了我的肚子 渐渐地 坊间流言四起 说我刚被太子丢下手 转脸又傍上辅国公 活活一个狐狸精 然后杨盈盈主动向我发来邀约 请我去参加贵女们 一年一次的跑马赛 老祖宗在马背上打下的江山 所以我朝女儿 精通奇数者比比皆是 这一天 王孙公子都来观赛 难得贵女们放下交金耍一场 怎能错过这种好乐子 顺便还能赌俩钱 到时贵女们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阿杰与太子言笑艳艳 身边还有一匹枣红色的骏马 他红着脸与李锦撒娇道 殿下 我可不敢骑着他跑 我不会骑马 更别说打马球了 您是不是故意逗我出丑呢 李锦的脸色有一顺疑惑 正想开口 我走上前去 笑道 阿杰若用不上 不如把这匹马让给我 我着急应约前来 什么都没准备 荣岳想要的 阿杰都给你 阿杰牵起我的手 好久不见 她关切道 你在国公府可一切都好 我听世锦流言传的难听 我家月儿怎么会是那种卖己求荣的人 但是人言可畏 你也得自己注意这点分寸不适 我试图寻找他虚情假意的证据 可他脸上的表情那样真切 李锦紧盯着我问 你会骑马 我点头翻身上马 拎着月杖在手中晃着 她的视线久久无法离开我 我驾马离开时 她突然喊出我的名字 不顾礼仪抓住我的脚腕 苏荣岳 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 欣赏她迷茫又慌张的表情 阿姐确实不会骑马 她不喜欢烈日暴晒 只爱坐在腾椅上听却消遣 而我的骑术 是李锦亲自教的 不过 直到刚才 她还以为那人是阿姐呢 现在大概要迷糊了 我勒马 停在杨盈盈身边 她上下打量我 多谢杨姑娘邀我来玩 我笑盈盈的 我请你来 只是想看看 你配不配合我争 她是个口直心快的人 今日比赛 要绕山一圈 我一直不远不近地 跟在她身后 杨盈盈大概没想到 我能跟得上 挥着鞭子加快速度 不知不觉 这次跑马 成了我二人的竞赛 等到大汉淋漓之时 其他贵女已被我们甩得 瞧不见人影了 她放慢脚步 等我并驾齐驱 与我聊到 你够胆子 就不怕我把你从这儿推下去 反正你没爹没娘 你伯父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我随便说两句 就能糊弄过去 我心里一抽 江门虎女 说话还真是不过脑子 专门接人伤疤 就为一个男人 让自己染上杀人的嫌疑 我瞧着姑娘 不像那么想不开的人 杨盈盈挑眉一笑 你说的没错 确实只是一个男人罢了 她盯着远处 目录向往 但当个男人多好啊 若我是个男人 便也可以建功立业 可以主宰人生 她的表情渐渐变了样 畅往 迷茫 阴郁 她回头盯着我 继续道 可惜咱们姑娘家 平生能做的 便只剩下嫁为人妇 沦为家族斗争的牺牲品 别无他选 话音刚落 林间多出几个人影 傅国公必须是我的 若我嫁不了他 我父亲定会嫌我没用 反正你无父无母 不如我送你下去 跟他们团聚 我没想到 在有些事情上 素未谋面的我和他 竟然想到一块去了 杨盈盈扬声于我道 苏荣月 我觉得跟你挺投缘的 今日之举 实属无奈 你可不要怪我 他略带困惑 驾马想要离开 还未动作 就有一人举刀 砍断他的马腿 他毫无防备地跌落山间 他安排的人手 都收拾干净了 我冷下声音 领头的点头说是 隐约传来一阵马蹄声 我想应该是贵女们追了上来 又吩咐 一定让他们看见你们 再行离开 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 我找到杨盈盈时 她带着一身伤昏迷在溪流边 天色渐暗 我将她拖入一处山洞 然后找来哭之声起火 从袖中掏出预备好的工具 我拿出一根银针 正要扎进她的伤口 洞外突然有人沉声道 你可知道 谋杀是死罪 我咬咬牙 没有一丝犹豫 落手将银针扎进杨盈盈体内 李锦夺进洞中 火光照出她的影子 高耸在墙壁上犹如恶鬼 她一扫往日清朗 手指探向杨盈盈鼻下 她阴沉沉地盯着我 恨不得用眼神弯下我的血肉 为了沈福川 你肯坐到这个份上 她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甘心为她卖命 看来 李锦对沈福川的作为很清楚 我笑弯眼睛 她说了 只要杀掉杨盈盈 她便娶我 她脸色微变 抓住我的手腕质问 苏荣月 你爱的人是姑 你怎么能嫁给旁人 我冷笑 爱算个什么东西 我曾对李锦有过一丝心动 但锦有的这点心动 很快便被她的末世击碎 我爹娘死后 这世上留给我的 似乎就只剩下仇恨与背叛 李锦与我解释道 我一直以为 桃花山上的小姑娘 是你阿姐 她说希望姑喜欢的是 现在的她 不要总是活在回忆里 所以姑没有向她确认 我甩开她的手 笑道 殿下认错人是无意 难不成处处 针对我也是无意 你阿姐日日落泪 说觉得姑对你有意 所以我才故意冷待你 只是想让她安心罢了 荣月 抱歉 阿姐在背后捣鬼 我一直都知道 小时候想跟着爹爹进山采药 所以偷偷练习骑马 那马居小 性子却很烈 我险些被颠下马背 幸好李锦帮我拦下发狂的马居 我们在桃花山上相伴完了两个月 后来她突然就消失了 来京之后 见到她的第一眼 我就认出了她 我将这件事告诉了阿姐 大概提过一嘴桃花山 等我再找机会见到李锦时 却发现阿姐与她眉目传情 几乎是瞬间 我就猜到了事情始末 我并未拆穿阿姐 一个男人而已 她要 我让给她 我可以接受她横刀夺爱 可以接受她贪慕虚荣 可我不能接受她认贼作父 将我们的血海深仇 抛之脑后 那日在国公府 我摸出李锦脉搏紊乱 并未声张 但阿姐在旁 总能看出来我在做什么 大概 她扭头就告诉了伯父 所以才会出现那场雨天的刺杀 我从不敢相信 伯父为了得到阿爹的秘方 耍尽手段 放火烧山 阿姐却能为了一己私欲 跟她沆瀣一气反来算计我 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大概是初来京时 被人骂我们是香巴佬的时候 大概是她想要融入贵女圈时 被他们捉弄欺辱的时候 大概是李锦亲近她 为她散尽千金时 众人对她献艳交加的时候 大概是后来圣上 将她赐驾东宫 曾经践踏她的人 统统换了颜色 对她趋意逢迎的时候 虽然我曾疯狂地逃避现实 不想承认这个世上 只剩我一个人 还在记挂着爹娘的冤屈 但阿姐总是用行动 一次次告诉我 她已经不想再做苏家长女 不想再做我的阿姐 她想做的是苏太医的侄女 是李锦的太子妃 是受人追捧 享尽荣华的苏荣誉 李锦的眼神飘去别处 红着耳尖道 你阿姐说得没错 姑喜欢的一直是你 荣月 你不要嫁给沈福川 姑回宫殿向父皇请旨 以后姑来保护你 绝不会让你再脏了手 好不好 不好 想起往日种种 我只觉得讽刺 李锦以为 她对我的伤害 轻飘飘几句话 便能磨灭 这些年 我渐渐懂了 除了自己 谁都别信 求人不如求己 你若真觉得对不起我 我盯着杨盈盈 对她道 便替我做一件事 跑马赛上 将军独女杨盈盈 遭人暗算 跌落山谷身亡 同行异女苏荣月 身受重伤 生死未卜 我的伤 是我自己找了个矮坡头 跳下来摔的 我醒来时 人在国公府 模模糊糊 看见沈福川 坐在榻边 好像笑了一下 接着脸上一疼 她狠狠掐着我的脸蛋 吃我道 你再不行 我都准备给你买棺材了 我疼得眼泪珠子直掉 软绵绵地瞪她一眼 哑着嗓子开口 簪子 她知道我在说什么 起身去把那日 扔给我的玉簪拿来 在手里摆弄两下 又笑 橙色不错 但也不值得 你这么挂念吧 你懂什么 这是定情信物 我伸手接过玉簪 细细妈撒 它是温的 润的 跟在梦里时一样 沈福川大概没料到 我会这么说 一把岁数了 还有点骚得摸摸鼻头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 这是我目前最关心的问题 她见我穷追不舍 笑骂道 小姑娘家 如此恨嫁 成什么样子 略沉吟后 又道 等你能起身走动了 去算算日子 本宫先着手为你准备聘礼 我举起手里的玉簪 浓着鼻子道 我要和她配套的 因我这个要求 沈福川将国公府的裤房 翻了个底朝天 同款式的玉簪 耳坠 手镯 整整齐齐地摆在我面前时 我失神伴赏 然后歪头也于她 那日大雨 是你不放心 我自己回家才跟上来的吧 那根簪子 是你找的一个借口 对不对 我就觉得 它肯定是你的东西 她没接话 笑着将那根簪子 插进我的发间 只是觉得 这根簪子很配你 想送又不知道 如何送出手 正巧 便找个机会赏你了 我笑笑没说话 沈福川对我 应当是非常满意的吧 心狠手辣 陪她正好 我让人把嫁妆 送到伯父府上 她一见我 笑得慈眉善眼 如今你快要嫁人了 也该回家住一段日子了 总住在国公府 传出去有爱你的名声 日后嫁过去 人家会给你脸色看的 我笑笑 知道老太君离不开我 我住在国公府 是以衣冠的名义照顾他 我倒要想知道 是哪个脏心眼的 在背后乱说话 也不怕被割了舌头 伯父脸色微韵 他凑到我耳边 低声道 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可你以为国公爷会 帮着你惩治我吗 我垂谋不语 伸手揭开最上头的匣子 里头装着的是那套玉首饰 这曾是我母亲的嫁妆 但却出现在国公府 我怎么还敢指望 沈福川替我报仇 伯父反应了一瞬 突然瞪眼吼道 你 你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他受人指使 害我父母 再拿我家的东西 去借花献佛 我要去告诉国公爷 他这副惊恐交加的模样 瞧得我好高兴 我笑 笑得有些癫狂 你呀 你没机会了 你谋害太子 其罪当诸 你以为 你还能活着 见到沈福川 一派胡言 你这是构陷朝廷命官 我要去告你 他指着皇城 我向那头遥望 曾经我也以为 那地方是世上所有 被冤屈之人最后的救赎 谁料想 所有罪恶的源头 都是从那座黄城城的宫殿里流出来的 怎么会是冤枉呢 伯父 我跟您不一样 我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 我拍拍手 阿姐低垂眼帘 带着一对东宫卫兵 进入堂内 殿下 今日在大殿之上晕厥 太医院 诊断他身中危毒 伯父 认罪吧 他生如文银 我揽着阿姐的肩膀 满意道 阿姐检举有功 圣上必有重赏 伯父跌坐在地 口中含糊道 不是我 不是我 是 是 我冷笑盯着他 谋害李锦之人 确实不是他 那夜在洞中 我替李锦把脉 发现他的脉象 依然乱得一塌糊涂 他却明了地笑笑 与我道 孤身子弱 父皇关怀 每日清晨着 苏太医替我问诊 夜里还要送一碗 密药让我服下 我当即便明白了 想要李锦命的 从来都是龙椅上那位 伯父早上一碗好药 陛下夜里一碗好药 要与药碰撞拉扯 才让李锦体内阴阳失调 久不能遇 每况愈下 可伯父敢说吗 他敢指明道姓 说一句是谁的意思吗 这是不论成败 从开始时就注定 他是一颗早晚 要被弃掉的棋子 而李锦什么都知道 他只是没有想好 下一步该怎么走 所以迟迟没有动作 但巧了 我正好有个双赢的法子 伯父被人带走 厅中只剩下 我与阿姐二人 他抹着眼泪 只问我 阿姐照你说的做了 求你别跟我抢殿下 我已是预备太子妃了 若真被退婚 日后可怎么办 到了现在 他心里想的 还是只有他自己 我默然开口 阿姐 我真是羡慕你 有一张跟母亲 那么像的脸 她耿在原地 我转着手上的戒指 将锋利的一边 转入掌心 提手扇在她脸上 画出一道身河 可你不配拥有她 我将她推得老远 她身上的脂粉味 熏得我恶心 这一巴掌 便当是替爹娘给你的 从此 我便当没你这个姐姐 至于太子妃 我不稀罕 你好好当着吧 我提脚出屋 听着阿姐在身后嚎叫 她的花容月貌不在了 她还能拿什么 去笼络李锦的心呢 可她不知道 理解爱的从来不是她 当然也不是我 她爱的只是一段记忆 在那段记忆里 她自由自在 清静如水 没有尔虞我诈 没有九死一生 没有一双沾满污泥 和鲜血的手 伯父问斩 那日下了场大雨 我站在廊下 望着园里的芭蕉叶出神 沈福川早早下潮 大概是专门回来陪我的 他给我披荐衣裳 逗我说 本打算等你嫁过来 本宫在慢慢收拾你家伯父 没想到太子这一病 到提前了结了他 他把玩着我的手指 你为本宫手上沾血 本宫却在没有能为你做的事 你不觉得吃亏吗 苏荣月 我轻笑 抬眼看着 这富丽堂皇的国公府 直言道 用一条人命换仪式荣宠 再怎么算也是值得 他开玩笑道 你就不怕我反悔 不要你了 我将他的手甩去一边 负气走了 他追上来 我弯他一眼 你不是不要我了吗 我给你个机会躲开我 你跟上来做甚 我放软声音 说着就巴搭巴搭掉下眼泪 沈福川攥住我的胳膊 将我扯进怀里 连声哄我 怎么快要进门了 反倒不经斗了 好了好了 本宫错了 请姑娘长嘴 我当真在他唇上轻啪一下 扭着身子不让他抱 斗我好玩吗 整日里就知道斗我 我近日连夜做噩梦 你都不知道 就知道顾着自己高兴 他将我孤得紧紧的 贴耳问我 梦见什么了 我磨了会儿 小声呢难道 杨盈盈 夜夜入梦来找我 他好可怕 蹊跷流血 要我偿命 我忍不住又戴上哭腔 沈福川轻拍我的背 不以为意 笑骂我胆小 他解下腰间的护身符 给我系上 捏着我的鼻头道 下回他再来找你 你便告诉他 要他命的人是我沈福川 要索命 也别找错了人 我与沈福川大婚当日 他为我找来百年望族 送我出嫁 他对我实在很好 面面俱到 细致入微 我将定情的玉簪插进发间 装扬按住我的手道 这样就不搭掉了 我望着镜中人 那么熟悉 又那么陌生 我就要带着他 我要一直一直带着他 不然我怕自己会忘 忘了我到底是谁 沈福川来接亲 他牵在红绸另一端 与我巧声道 太子眼红得像 要生思了本宫一样 我心头微颤 望望李锦 不要做出什么荒唐事来 天天天不遂人愿 路走过一半 他还真敢当街拦叫 我在叫中 听见有人拔剑 国公大人 你敢拿剑指着孤 谁给你的胆子 李锦这一生 很有储君威仪 沈福川笑得冷淡 殿下 荣月我取定了 今日不说是你 便是天王老子来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两个我斩一双 指望殿下手里 别叫大家面子上过不去 外头两人陷入僵持 我叹了口气 开枪道 国公爷 若殿下有要事讲 便叫他说吧 我不便出去 李锦便挑帘探头进来 荣月 现在还来得及 不要嫁给别人 故带你走 好不好 我们离开这里 再也不要任何人来打扰 如何离开 他该不会以为 圣上会允许他活着 离开京城吧 我甩手给了他一巴掌 默然问道 醒了吗 他紧咬牙关盯着我 沉声问 你一定要活得这么累 我骂道 醒了就滚出去 这一场小小的风波 并未影响婚礼进行 夜里 沈福川带着半分醉意 挑开盖头 他浮在膝上 躬身细细打量我 真好看 不枉我一声克制 却栽在你身上 他的视线略略失焦 天上几分勾人心神的风流 我扯着他的衣领 将他拽倒在榻上 手指拂过他高高的鼻梁 软软的嘴巴 娇笑道 色字头上一把刀 沈大人 你可小心着点了 这话说给他 也说给我自己 我与沈福川的婚后生活 过得极其和谐惬意 他这人一心扑在朝堂上 对女人没什么多余的心思 仅有的人欲 尽数发泄在我身上 成婚第三个月 我有了身孕 沈福川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那么有主心骨的人 变得为我侍从 我的日子过得舒心极了 可当我坐在同镜前 看着头上的玉簪 却控制不住 痘大的眼泪往下掉 大仇未报 与我而言 这世上哪里会有真正的舒心日子 圣下时 我随沈福川受圣上恩泽 去到避暑山庄 他近日变得很忙 整个人瘦了一圈 听说是在解决远在边塞的杨将军 勾结外地 意图叛国之事 这事他没在我面前提 大概是怕我想起杨盈盈 动了胎气 可这一晚 我还是不可避免地做了噩梦 人的手上沾了血 就是沾了血 不是不提不说血字 便能了无痕迹的 沈福川将我抱在怀里轻声安慰 他给我擦拭细汗 直说后悔 他说当初不该怂恿 我去做那些脏事 是他害了我 一想起来 他就心疼得要命 我轻笑 直到 没事 我已与他说好了 之后有事便去找你好了 他揉揉我头发 点头夸我做得好 第二日 他顶着乌青的眼圈爬起床 瞧着精神不济 我按惯例 给他端来补药 他盯了半赏 又要我帮他拿一枚甜枣来 等我回来时 碗空了 他含着甜枣出门去了 我在屋内转了一圈 推开窗 看见院里的树根下 躺着一摊浑浊的黑泥 黏起来闻闻 是补药的味道 沈福川不喝我熬的补药 我没声张 每日照例将要端给他 然后便去忙自己的 留给他时间到药汁 只是不喝补药 他的精神却越来越差 偶尔一语 就像丢了活一般 太医院轮流诊断 也瞧不出他是什么病 接着 夜间惊醒的人 从我变成了他 他开始整宿整宿 不睡觉 白日里 强打起精神 四处奔波 夜里靠在桌上 眯一会儿 醒一会儿 从来俊朗的人 熬得脱了香 看着就像个厌鬼 有一晚 我睁眼看见他坐在踏边 手就在我的脖梗上 虚握着 只要他想 就能要了我的命 可他望着我 笑得很温和 是不是怕了 我没吭声 他就将视线移到我的腹部 他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肚皮 似怨似探 得等多久 这个小东西才会动啊 我会不会 等不到了 我缓缓握住他的手 支起身子问他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他盯着我 片刻后轻笑 只答 日后我去书房睡 近日神思恍惚 我怕伤到你们娘俩 之后 他就当真没再与我同房过 有时候一出戏 开始时常常惊天动地 结束时往往悄无声息 用来形容我与沈福川 正好 杨将军受审这天 我装扮成个小太监 跟在李锦身边 站在避暑山庄的书房里看戏 审讯刚刚进行到一半 几名侍卫突然带进来个 披头散发的女子 一脸血污 仔细辨认正是死去的杨盈盈 当初我为她风学 又让李锦联络杨将军 制造她假死的场面 就是为了博取沈福川信任 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刻 沈福川 我说过 我一定要你偿命 她只是露出一个阴测测的笑容 沈福川却突然崩溃 她喘着粗气 使劲摇着脑袋 仿佛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不是我 我只是奉命行事 你要人偿命 不要找我 更不要去找我的妻儿 我的心脏猛缩 憋得很疼 没想到在这种时候 她居然还在操心我 多可笑啊 她早对我有所怀疑 但她却没能狠下心肠 对我出手 她以为倒掉一碗药 便能当作一切都没发生 可惜的是 那碗不要 真的就只是一碗不要 那些摧毁神志的药 都被我放在了 她灌爱吃的蜜枣里 无色无味 根本没人能察觉 我是该高兴的 筹谋隐忍了一整年 终于到了今天 可是她嘴里一直在喊 不许你伤害我的妻儿 你这恶鬼 恶鬼 我不受控制地向她迈了一步 李锦死死拽住我的胳膊 骂道 清醒点 我浑身站立 看着沈福川拔出发间的簪子 刺向杨盈盈 她被人压倒在地时 口中还在高呼 黄命难违 黄命难违 圣上面色铁青 照着沈福川的意思 便是圣上受益她 谋害公骨老臣的血肉 前有一个杨盈盈 那么后头便会出现 无数个杨盈盈 一时间 众臣心中一斗难解 自家的某些糟心事 是不是也有皇上的手笔 黄泉在这一刻 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一派胡言 沈国公疯了 来人将他压下去 处死 这一压 沈福川八成是活不了了 我看着他被人拖出书房 神思偶然清明 他惊呼道 所有错事皆是陈一人所为 求圣上不要伤及臣的父母妻儿 他好像看到我了 还对我笑了 笑说 别怕 一阵静默之后 圣上开口道 继续吧 方才沈到哪了 沈福川确实是要杨盈盈的命 那么杨老将军通敌谋反之事 也一直是他在调查 会不会也是构陷呢 但说到底 他只是圣上手中的一把利刃 虽锋利 但要打谁要杀谁 还是得看握着刀柄的那个人 空气陷入一阵诡异的沉默 这一阵寂静 使君臣较量 暗流涌动 片刻后 圣上服软了 他绕下宝座 来到杨将军身前 伸手虚扶他 杨将军快快请起 是朕糊涂了 将军精忠报国 怎可能通敌 沈国公好大的胆子 竟敢蒙蔽阵 险些酿成大错 杨将军却不肯起 他在地上狠狠磕了两个头 咬牙道 圣上该安享晚年了 朝中之事 也该让太子殿下来操耻了 口出狂言 你 你什么意思 圣上抖着手指 眼睛看向左右众人的反应 群臣脸目 再无人应和他 谁愿意为一个 疑心定重的人去卖命 但经节律 还要朝不保夕 今日是杨将军 明日就有可能是你 是我 是朝中每一位臣子 虽说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但又有谁真得是心甘情愿呢 恐怕 只有沈福川了吧 我依稀记得老太君的话 说是大中之人 往往是大鱼之人 他每每瞧见沈福川 总会哀叹 何必 何必 何必为这样冷血无情的帝王 安前马后 圣上被气晕了过去 我趁乱跑出书房 找到沈福川的时候 他被人捅穿腹部 死于一样 瘫在无人的角落 等人来收尸 我遇见他时 他是多风光无限的一个人啊 如今却死得这样狼狈 我将他抱进怀里 他吊着最后一口气 轻笑着咧开嘴 露出染血的牙齿 我在等你 我还以为 你不会来了 他的手指替我擦去眼泪 称我道 哭什么 我死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 我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的脸已经湿成一片 他的视线落在我发间的玉簪上 耿道 你母亲的簪子 配你真好看 你早就知道 你爹娘的死 与我有关吧 是的 我早就知道 在那天的大雨中 当他将玉簪扔在我脚边时 我和他的结局就注定了 我爹娘的死 由他受益 由伯父动手 最后拿到好处的 却只有当今圣上 沈福川 我恨你 你知道吗 他点头 荣月 对不起 早知道我这辈子 也会有心爱的女人 和可爱的孩子 我一定 一定不会 为了功名利禄 不分黑白 什么都去做 他忽然倒吸一大口凉气 鲜血从他的口中涌出 他焦急地想在生命的最后 告诉我 他有多么后悔 有多么爱我 有多么想要和我共度余生 我们会有三四个孩子 然后孩子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等到白发苍苍的时候 看儿孙满堂 想天伦之乐 可是一切都晚了 我看着他的手锤掉在地上 胸前起伏不在 我贴着他渐渐冰凉的脸蛋 小声地诉说着 我也爱你 可是我爱你 我又不能爱你 我爱着你的每一刻 罪恶感都会狠狠弯我的肉 放我的血刺疼 我的心脏 爱你是我绝不允许 自己犯下的错误 可我还是将错就错 自欺欺人地享受着 你对我的所有宠爱 所以我的报应 我应该受着 沈福川死后的日子 对我来说实在平常 圣上失去了自己的武器 手中只剩下些破铜烂铁 他再没办法 只能退居幕后 沈福川那几个兄弟 闹着要争爵位 老太君做主 日后要我长家 他说我肚子里这个 才是郑之嫡子孙 再加上李锦一道圣旨 封我为一品告命 便也没人敢说个不字 本来我是不打算 要我肚子里这个的 但想一想 他又有什么错呢 或许 我也是有私心的 我生下个儿子 取名荣川 他一天天大了 偷奸耍滑的模样 跟他父亲相极了 他五岁时 李锦要他进宫做皇子半读 听说他人小鬼大 大家都很喜欢他 除了苏荣裕 我时常发现 荣川从宫中回府后身上 带着紫青的伤痕 追问之下 他才吞吞吐吐地回答 是姨母掐的 第二日 我陪他进宫 直奔岳荣阁 瞧见苏荣裕二话不说 我将他踹翻在地 一顿好打 李锦就在我身后看着 苏荣裕哭着喊着 求他做主 说我殴打公妃 但他什么也没做 后来 我听说他谋害黄寺 被打入冷宫 在无见天之日 我的日子过得越发稳了 荣川长到十二岁时 已是六亿皆经 在京城各位小公子里头 算得上出类拔萃 人人都到国公府荣耀延免 我却愈发胆战心惊 因为荣川告诉我 皇恩浩荡 于我 于他 于这没有顶梁柱的国公府 多有庇护 他无以为报 只能干脑涂地 以忠心计天地 计理解 那一夜 我抱着沈福川的牌 为失眠了 你的好儿子 真是越来越像你了 我不再让荣川 往宫里去了 他为这事 跟我闹翻了天 我生平第一次 对他用了家法 李锦派大太监来接他去 我豁出脸面 去御书房跪了整整三日 我只剩下荣川了 我怎么能让他 不他父亲的后尘呢 大中之人 太苦了 真的太苦了 后来 是荣川来接我的 他还小 或许不懂我究竟 为何要阻拦他的前程 但总归 我是他的母亲 他不忍心 瞧我这副卑微的模样 我问他 就做个闲散公子 好不好 他点头说好 可我知道他不甘愿 他二十六岁那年 南边水患 无人可解 我替他求了份差事 让他去施展报复 他的才智我知道 李锦三番四次想要用他 都被我挡了回去 我想 若他窝在皇城里 叫我整日担惊受怕 还不如打发得远远的 吃点苦没什么要紧 总归是在造福百姓 哪怕死了 也死得有些价值 临行前一晚 他看着我满头滑发 哭了 哭什么 我身子还很硬朗 也不是见不着了 冬天的时候 我受了风寒 其实好痣 但我觉得 没什么必要 荣川如今成家了 那姑娘是当地的世家子 人品端方 我很喜欢 有人陪着荣川了 沈福川呢 她是投胎了 还是在等我呢 等我的话 该多孤独啊 我不想让她一个人 孤零零地等着了 开春的时候 我彻底起不了身了 小丫头说 荣川赶回来探望我了 可我一睁眼 瞧见的却是 沈福川这个死鬼 你怎么还这么好看呢 我有些不服气 她笑道 好不容易见面了 我不得收拾的精神些吗 你说你 怎么才来啊 我难得掉了些眼泪 只在她面前 我才觉得 身上的担子 没那么重 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 她打我 我一直都在呢 那你也不拖个梦 让我瞧瞧 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她微微垂下眼帘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怕吓到你 也怕 你不愿意看见我 她的手就在我手边 我轻轻勾勾她的小指头 这辈子也快完了 人死灯灭 虔诚往事 一笔勾销 没事 我对她笑笑 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如果有下辈子 我希望我与她能够 干干净净地遇到彼此 她不是客戚的沈福川 我也不是命应的苏荣月 过来 我宣伐她的女朋友 我们的婚离 每次婚离